大家好 欢迎收看三分钟市评 我是李国卿 美股等创新高 港股有望上冲 在谈论今天的题目之前 请大家看看恒新指数表现 全日恒指升了223点 收报26891点 成交较上天活跃了很多 超过800亿有809亿 上周四五亿都是600多亿的成交 今天活跃了 最主要原因是外围气氛也做得好了 中美贸谈的气氛好了 内地召开四中全会 内地股市的气氛好了 诸如此类夹夹 所以今天看到资金又开始涌向股市 当然今天也有些没那么利好的消息 例如汇丰业绩顺于预期 但也不用太担心 等待我和大家再分析这股份 也有些业绩较好的 好像有帮似的 我们先看大市 今天恒指 大家看恒指幅图 今天基本上开市 高开之后就高走 曾经上升到两万七关 又是手仔猪两万七 今个月大概十月份 即是说两万七好像升不上升 可能会不会和一些 期货或者场外的 有一些重要的 不明的力量阻止 然后可能过了这个月底之后 就有机会冲上去 或者差不多到结算 就有机会冲上去 我觉得都很大机会 如果真的冲得穿 站在两万七楼上 就有机会再上冲 主要是途中的 双底颈线位27366 如果企于其上收市 就中线转绿灯 目前都只能够是 短线是绿灯的 近期都一直在 两万六千五到两万七千关 这五百点之间那里增持 资金其实倾向炒股不炒市 不过今天刚才说到 就是说外围和内地的气氛都好转 就有利市场上升 那外围情况是怎样呢 就不得不讲今天的题目 美股等创新高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第一 中美贸谈的双方 气氛良好 美国总统特朗普 就又说到 这个贸易协议就非常之正 劲啊 有利啊 就是说会买很多农产品 诸如此类 刺激到就是 美股冲上去 其二呢 就是联储屋本周就会意识 市场估计减息的机会很大的 那十月份呢 一减息就有机会 刺激市场进一步上升 那今天你见得到 上个星期五 标普500指数 已经升到去 3022点收市的了 当日最高位是3027 那实际上 在7月26号的历史高位 标普500指数呢 标普500指数呢 收市位3025.86 你当它3026 最高位3027.98 你当它3028 那就是说 3026这个收市位来计呢 相差都是4点之内 不够4点 那如果你计到3028这个历史高位呢 跟上周五的收市位来计呢 都是相差6点不够 那就是很容易就今晚有机会 或者这个礼拜就有机会 就升穿 站在其上创新高的了 那如果美股创新高呢 希望有利港股 带动港股向好 那当然啦 两个是不同的市场来的 不能够说美股一升 就港股一定会更升 都还要看 香港自己自身 是不是吸引到资金 流入来才行 那现在呢 大家知道本地事件呢 仍然都还困扰着香港 那所以呢 外资都未必那么愿意流入来住 不过呢 就由于内地股市 又做回好一些了 最主要是中美贸团那里 有点顺利 加上这个四中全会召开 有利内地股市的上升 那希望呢 就是中资的资金 北水可以南下 就此亿港股向好 那在看着的是 内地股市好嘛 那我们看一下内地股市的市场先 那今天上证指数呢 升了一点 升了0.85 就去回2980 2980 那又挨近3000 仍然都像一个头肩底走势的 那更加漂亮的呢 就是深证成分股指数 你看得到 今天呢 升1.5% 收901 那就突破了短期下降轨的 那你见得到 所以呢 内地股市的气氛又好 美股的气氛也都挺好 所以港股没有机会上冲 那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今天港股里面 升幅最大的呢 那一只呢 就是友邦 那友邦升3.7% 收报77.5% 那 友邦呢 最主要呢 因为它那个第三季度业绩呢 就挺好的 按固定汇率计算 新业务价值呢 就升了1% 去到9.8亿美元 那 为什么说 多好呢 升了1% 因为市场呢 很担心有帮的 就是大家知道了 香港本地事件之后呢 那出现了 就是说 就是自由行都减少了 大家很担心有帮呢 那个第三季度的业绩表现呢 不理想的 会负增长 结果它都还有1%增长 就是新业务 那所以呢 就是令大家 就是灌目相看 那 那 撇除香港业务 新业务价值增长 还要去高达到14% 那所以呢 就大家 就是 看回它一些 那今天呢 就一棍冲上来 变成了 恒指成分股 那变成幅最大的股份 那 这个挺似 相抵形态的 不过呢 就要突破 这个9月12号高位 70 sorry 80.8 80元8毫子 才是确认这个箱底的 今天收77.5 希望它有机会冲上去 站在其上 连续三天呢 转回 就看好了 那现在呢 有些呢 如果你是说 你是想 可以冒一点点险的 就不妨现在是小柱跟进 代它呢 突破80.8元 站在其上呢 就可以再加码了 那止涉位 当然就放在这个10月10号低位 71.3之下 你当它是71元之下 那 那 博举有机会上冲 然后加码再看 量度升幅 那 但是另外一种重榜股呢 汇丰今天就表现麻麻 就是因为第三季业绩 就顺于预期 就按这个基准列仗 那个税前日利呢 就按年呢 就跌18个百分之 去到呢 48亿美元 顺于预期 那所以呢 就一棍呢 今天由高位 创过这个 今天呢 就是说创过近期高位的 去到62.3的上午的时候 但是呢 中午公布业绩员呢 急迫一下跌下来 最低的时候呢 跌穿过60元的 低步呢 59.8 这样 收报60.25 下周大部分时间 都是60元边的水平呢 上上下下 那今天一下回回来 是不是就很差呢 第一 首先呢 它就仍未回补这个上升裂口 就不算太差 第二 就算回补了这个上升裂口呢 都不一定就死了 它一个 两个上升裂口 现在回补了一个 它回补了这个 都不出奇的 只要它不跌穿 这个低位 56.8 或者56.8 那么上下 你不跌穿这个低位呢 我觉得呢 都还是有机会的 其实呢 实际上呢 如果它再进一步下跌 去到57.2 其实有七厘股息的 汇丰今次公布完业绩 虽然是不似预期的 那么好 就是比较差 但是呢 它就说明 不会减派息的 还有它有一个前景 会看好一点的 就是说 现在业绩不好 但是它说明它会什么呢 它会大幅削减欧美的 雇员人数 一万人 一万人哦 不少的嘛 所以如果它万一 再进一步下跌 我觉得 跌到57.2 或以下 你当它57元 其实有七厘股息呢 我觉得那时候不怕买的 所以现在其实会回落呢 我觉得不是很害怕的 就算是回保了这个裂口 再跌 57元 57.2 可以收集 如果你是很短的 就用56.8做止洩 那就输了几号很少 如果你是放长一点点的 用8月26号低位 54.5 54.5 作为止洩位 那就拼他 跟着炒人 跟着业绩好转 跟着股价可以反弹 所以有七厘股息的回风 跌到57元 我觉得是可以收集的 现在60元边 其实都不需要这么害怕 好了 那说完两只大的股份 今天有一个板块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今天都升得挺漂亮的 就是内地汽车股了 长城汽车 今天升近14% 收报6.23 最主要因为它那个 刚刚上个礼拜 五公布的季度业绩 好 优于预期 刺激大行 对它改观 一味全部都看好 今天就急升上来 高开高走 还破了之前这些阻力位 现在的形势很好 问题就是今天升了这么多之后 应该怎么处理呢 我就觉得 待它回一回 去6元边 现在收到2.3元 6元边 或者这个上升列口的顶部附近 就是今天最低位 5.8.9元 5.9元 6元这些水平 是可以试下 可以试下 可以买入 应该这个上升列口 我保不完 就算会保 我估计都保一半左右 即是说这个高低脚的颈线位 在9月16号的高位 5.7.9元 5.7.9元 大概5.8元 应该有强力支持 因为它今天一棍上来 所以你后它回 回到5.9元 6元 或者你再低一点 5.8元 就可以买 就是拨它一个后抽出来 然后再上 当它是一个高低脚 先来看 起码就有机会 就升穿前浪顶 6.8元 4这些位 甚至会更高 另外一只 你说这只升得太多了 追落后的 可以考虑一下吉里 吉里其实都不落后的 不过它本身 今天就落后一些 它本身就几理想 已经出现了 这个头肩底的形态了 突破了颈线 站在其上 你照量照度 其实就是说 可以有机会去 挨近18元这些水平 今天升3.5% 又是 如果你说 今天我不高 就是去到颈线这些水平 大概14元 边就应该是可以吸纳的 莫博它就上到 就算看不进18 都去到16、7元 所以汽车板块 是值得大家重新可以看好一点 最主要就是这两只股 总结而言 今天外围和内地股市 挺好 美股有机会创新高 内地也有机会 重拾升浪 港股因此有机会上冲 有机会在这个结算前后 就上去27,000之上 甚至挑战27,366点 如果站在27,366之上 就中线转绿灯 好了 今天分析到此 多谢大家收看